Hello 最近有人問我 法國人會否很歧視華人 或者很歧視中國人 我一開始覺得可以在電郵回答幾句 但我發覺當我越寫的時候 我就寫得越多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 一個很長的題目 如果真的要說歧視這件事 其實是說幾天幾夜都不會說得完 因為每一個人對歧視的看法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是歧視 有些人可能覺得不是 而且以我自己立場看 我覺得每一個民族其實都會歧視其他異族的人 只在是多和少 和表不表現出來的 就像香港人一樣 一樣會歧視南亞裔的人 歧視黑人 至於法國人其實是怎樣看華人 和怎樣看中國人 我自己覺得有時候 華人或者中國人會比較喜歡 放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面 即是可能你放一個中國人 在一個班上面 他可能會融入到其他種族的人 但當你放很多的中國人 或者一堆的中國人 在一個班上面 他們就會有自己的小圈子 他們就差不多是外人 是沒有辦法去進入他們這個圈子裡面 這件事是我當時在法國讀書 是一個很大的感受 所以在你講歧視之前 其實就應該去想一下 究竟你自己 有沒有把自己 分別出去 不過那些確有時候 華人或者中國人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說這個圈子 就會做了某些事情 令到當地人不太喜歡我們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在法國超市 如果我們是買一些蔬菜水果 我們自己就會拿一個塑膠袋 然後把番茄、牛油果、菠蘿 進入袋子裡面 然後扭去磅清 然後打出一張單 然後貼到塑膠袋裡 這件事就是 一直以來法國的做法都是這樣 就是比較自律的 也不會有人看著你 看看你有沒有打合一張單 大概五六年前 是一些法國的主要城市 例如巴黎、里囊、馬賽 這些比較中國人聚居比較多的城市 那些超市就發現中國人 可能入了很多番茄 或者入了很多東西在袋子裡 但他們打的價單 就只是打了很少 可能你明明買了十個番茄 但你打了兩個 當你買了很多的時候 收銀他們都不會逐樣查 就形成了好像一種風氣 他們就習慣了去超市買東西 就不會給原本應該給那個價錢 變相其實是偷東西 也是因為這件事 在超市裡就用了一個新的方法去買水果和蔬果 就是每一次我們買完 將東西入到數加袋的時候 我們就要超市的職員 去幫我們禁飛和磅清 以後都不能自己做了 但他不能說只有中國人是這樣 或者只有亞洲人是這樣 清一色所有 無論法國人、黑人、黃種人 全部都要集中給職員的人幫你磅清 那這個規矩呢 其實全世界人都知道為什麼會改了 也知道為什麼 原本有很方便的付錢方法 現在就變得很麻煩 其實我講這件事就不是想慎 或者最壞的是這些人 搞到我們在外國的樣子 其實我是想講外國人 怎麼看我們 中國人、香港人、亞洲人、日本人、韓國人 其實不是取決我們的樣子 樣子和身形可能會有一件事 會令人容易欺負 例如我們比較散弱、瘦、矮 但是最重要的 令人看不看得起我們這個民族 其實是我們做的事情 究竟我們是不是做一些 令人會看少我們的事情 還有無可否認的一點 就是亞洲人來說 而我講的在法國 就是日本人的地位是高一點的 那譬如那班上有日本同學 你會發現同學會比較喜歡和日本人玩 就算Professor 都會經常聊日本的同學 無論是男女 都會照顧他們多些 你會感覺到那個 嗯 代語有點不同 但又是否令自己好心情 絕對不是 但你會看到為什麼 發覺對日本人特別好 因為日本人是一個很有禮貌的民族 而且日本人很乾淨 當時我在學校 其實我會看到日本人很積極 去認識不同國家的人 令到別人都會很欣賞他 加上他們自己的操守行為也很好 這件事都會令我明白到 為什麼他們的地位在亞洲來說會高一點 好像當時我有一天放學很肚餓 我就想獎勵一下自己 我不想經常煮飯 我就去了一間餐廳吃飯 可能見我是一個華人的女生 所有的食客都不需要付錢才可以吃東西 偏偏我落單之後 她就要我立即埋了單 然後她才會上菜 你說這些是不是歧視呢 是歧視來的 但是我又不會覺得很難受 我覺得她很有禮貌的 其實叫我去找單 當時也可能是因為 那個餐廳的老闆 試過給華人去走數 吃完飯不給錢 這件事我不會怪他們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在那邊生活 或者讀書 遇到這些問題 都不要太欺負你 因為別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其實都會有原因 別人不會默默而去對你 都不會無故攻擊你 或者去歧視你 所以我覺得 既然你在外國生活 出國讀書 就真的不要太介意 一些事情 別人怎樣對自己 不用太害怕 別人會否歧視自己 我可以告訴你 法國對華人 或者中國人的歧視 遠遠低於其他西方國家 就像以前我在學校 我們的教授 特別喜歡北歐的人 例如希臘 瑞典 挪威這些學生 剛好班上又有幾個希臘的女生 他們是特別聰明 讀書是特別聰明的 老師就自然會 教授會特別喜歡他們 和他們聊天 問他們很多國家的事情 這個時候可能有些同學會覺得 老師大小超 不公平 為何特別關心這幾個同學 但我自己看上來 我又會覺得 不是我覺得很甜蜜 我看到他們相處得這麼好 我看到教授特別去照顧他們 或者是特別對他們的民族有興趣 所以種族歧視 真的好看你的胸襟怎樣看 有時候教授會知道英文好些 他們有不懂的英文 又會走來問我 其實整件事我是覺得很和諧 我知道大班上的中國同學 他們就會覺得 老師都是大小超 只是喜歡白人的同學 不會理黃種人的 不會理有色人種的 其實就絕對不是 我都很難用一個影片去告訴你 為什麼我不覺得這件事是歧視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看你的胸襟 好看你是怎樣去看這個世界 我接下來會再拍多條片 講關於歧視 但就不是種族歧視 而是男女歧視 在法國其實是零 我覺得近乎是零的男女歧視 所以這件事也是令我 為什麼回到香港或者亞洲地區的時候 會有特別大的感覺 但我們留下條片再繼續講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